有一个商人走丢了一头骆驼 他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到 心里十分着急 他看见前面走来一位老人 就赶紧引上去 老人家你有没有看到一头骆驼 你说的那头骆驼 是不是左脚受了车 走路有点疼 是的,是的 你说的那头骆驼 是不是左边驼着你 右边驼着你 不错,不错 你说的那头骆驼 是不是缺了一颗牙齿 对,吉拉 请问你看见他们哪里去了 那我可不知道 我不相信 一定是你把我的骆驼藏起来了 要不你怎么说的这么详细 你生什么气呢 你听我说 我刚才看见路上有骆驼的脚印 右边的比较深 左边的比较险 左边的脚印旁边还有血迹 所以我就知道骆驼一定是受伤 有点疼 我又看见路上有脚印 左边有一些蜜 右边有一些蜜 所以我就知道骆驼一定是驼着这两样东西 我还看见骆驼咬过的树叶上面有牙齿 所以我就知道骆驼一定是吃了一颗牙齿 骆驼堂交近了娃牙齿 我真的不知道 尽非是顺着客人的脚印 就是顺着你时刻的曲点 我这就顺着他的脚印 比较 稍然就照着老人的直点 继续一路上找几 发生简单 果然很快就找到了他的那股骼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